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报名为期15天 含吃住船票 只需6800元的廉价青年创业就业考察营 究竟好康背后藏着什么真相 跟着考察团从台中港坐上渡船 人类公司发放自费项目表单 除可待办电话卡外 还能申请银行开户 驾照等多达7个服务项目 苹果发现多数同团成员 是冲着这些价值业务而来 我们欢迎台湾福报 在平潭新的馆栏 抵达耗费兆元建设的平潭市区 安排入住的饭店 有部分还没完工 正值旅游忘记 街道却充满破旧闲置的店面 以及等待照住的空大楼 与主办方沿途宣扬的美好前景 似乎有段落差 一百多个台湾青年在这边就业 那我们陆园我们签约的 现在是有两百多家企业 台资差不多占比百分五十 我们实际来到占地 2.6万坪的台湾创业园区 发现热闹场景早已不在 人员向我们热情介绍创业优惠 但苹果观察 若大园区实际进出员工不到十人 一位台商私下透露 多半登记企业只为片区补助 园区成为五群居效应的巨大空壳 苹果卧底参加15天考察团 发现人类公司行程安排草率 经营马拉松市的企业演讲 搪塞时间 地下团圆水沉一片 行程表定到企业实习参访 到了现场却根本没有招募台湾人才计划 原来辅导就业创业不是重点 打出台湾牌 业者从台湾带团 就能向当地政府申请3-5千人民币的补助 从中获利 同团成员也透露 参加考察团只为了到银行办理开户 以便从事地下汇队及投资中国房地产 企业发展不易 导致吸引不到真正人才进场 货运码头旁俗称蚂蚁工的搬货工人 拖着一箱箱台湾啤酒出海关 苹果深入追查发现 平坦对台的免税贸易市场 澳前台湾小镇 一项优惠制度中 为刺激买器 提供艺人每天6千人民币的免税购买额度 竟被变形滥用成为走私后门 店家将商品从平坦岛运进中国本地淘关税 蚂蚁工则从中抽取佣金 实际踏进澳前台湾小镇 观光客熙熙落落 只剩一楼店家勉强营运 这里打着签约4年 前三年免租金的优惠 却无带来相对应人潮 平坦地方政府 打着建筑两岸共同家园的口号 吸引资金建设当地 但至今实际到当地创业及就业的台湾人 只有1012人 预计连通福州到平坦的高速铁路 也尚未完工 这座离台最近的统战基地 沦为不断贩卖美好未来想象的 虚幻之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